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最后一行 五十九念 最后一行 这一段是讲到 持明念佛的重要性 又以愿门广大 跪在之心 观法申寻有应守约 之心 则 物身 彼国 守悦则 伟四 持明 与其明晰 仅重得而具备 关乎持也同本性流疑 这一段序文 上一次 因为时间关系 只讲了第一句 第一句是说 不无量寿解 特别指出 阿弥陀佛在阴地里面所发的四十大阴 这是实实在在不容易 在我们学佛过程之中 我们所见 所闻 确实很难见到这样殊胜的宏愿 那么由这个地方看 我们才晓得西方世界的殊胜 确实是有它的道路 那么第二句是讲的观经 就是观无量寿解 这两句言语里面也有注解 在下词四十六面底下 神为观神庙 玄为礼又玄 金中观法 乃以法皆心 观法皆经 这个三经后期来看 我们对于这个法门的理论 刑法 境界 却很容易理解 却很容易理解了 这个法门 主要记住 它是八成法门 八成法门最重要的就是心量要大 心量不大了 与这个法门不能相应 这是真正想求西方净土呢 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事情 就是要把自己的心量脱开 这个法界心 这个法界心是真心 不是忘心 法界是指什么呢 指的是一真法界 如果没有真心 法界心不能够见到法界的全体 乃至于法界的威胁境界 这个在前面也跟诸位提到过 十六观经呢 就是第一个 落日旋骨这一观呢 都相当不容易成就 那么往后这个境界一层 比一层神妙 换句话说 换句话说 一层比一层难怪 那么他的理论呢 说得非常的周详 所以我们修持明念佛的人 历代的祖师大德们 也常常确明我们读观经的俗超 这就是指的无量寿经妙宗超 那么这个本子 我们过去也曾经经过很多普遍的流通 这是说明 净土的道理 此地呢 六说 说 生于法界一阵四心 其非甚妙啊 今中一阵但阴四一相可照三身 一报一尘 即即即光其不佑 那么这是这个十六观 这是他的刑法 是他的刑法理论的依据 同时也是他的禁忌 四法世界一报正报 四法心法都是为一心所吸 为一时所变 那么这个发界心 那么这个发界心 真心能心 实心能病 这个变化的生妙 实实实在在不可思议 那么就是观经里面所讲的西方世界一阵庄严 这个地方归纳给我们说 但阴四一相 阴是阴身 阴身 阴身 这个色身 一相可照三身 一报一尘呢 就是长极光净土 这个人 这个是阴的理 非常地深 我们在要节里面 在苏超里面 故事都曾经读到 虽然说是土 可是司徒是圆融的 那么由此可提 境界里面 是不是真有司徒呢 如果真有司徒 怎么能够司徒圆融 那我们想想 那我们想想《般若经》里面所讲的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一切有违法如梦幻套逸 那我们问一问 司徒是不是有违法 司徒有没有射相 既有射相 当然不违背这个定律 由此可知 司徒从哪里来的 是从众生 新世 变现出来的 西方净土如是 我们现前有何场例外呢 问题在心的净晦 清净心就信 现在的净土 误会的心呢 则信悟土 境界是自己变现出来的 比如说 人心的善良啊 他天天做善梦 心胸行悟的人啊 常常做悟梦 这个梦境从哪里 自己心里变现出来的 变现出来的境界 自己去享受 自己变 自己受用 射方世界没有例外啊 这个离与惯呢 都非常的神妙 特别是西方世界 西方世界 西方世界不但自己本身热而不明 他最殊胜的是能与 住上山人聚会一处 这个是他最殊胜的地方 上山经上讲得很清楚 是指的等救菩萨 等救菩萨的境界是极光净土啊 所以 深到西方极乐世界 哪怕是凡圣同之徒 下平下人 他既然能与等救菩萨 他既然能与等救菩萨把守同行 可见得他也有啊 这个极光 这个时暴净土的受用 这是西方世界不可思议的地方 那么光法太深了 太吸引了 这就说明我们一般人不太容易 礼仓我们决定相信 没有疑问 可是修法了真正不容易 那么大师再次地教给我们 这个修行方法 有应守越 越就是简单 修行的方法 越简单绕 我们看诸节里边讲 越得紧越也 唯一字四字更无别法 何等简易呢 正因为这个方法太简单了 太容易了 所以搞得一些人反而不相信 怀疑了 这是一通障碍 另外一通障碍呢 另外一通障碍呢 觉得他呢 简单容易 他肯做 但是 他念的 他没有深究这个里面的道理 不相信 于是 口里面 虽然 念的四字佛号 心里不相信 于是 这个念的不如法 也不能成功 其实 说穿了 要相应呢 也是很简单 正如 明朝时候 便容佛尚 传授给李延迟大师的心法 那个时候 便容佛尚 是当代的明德了 大德 李延迟大师到他去参访 他只教个他三句话 第一个 不谈利 第二个 不要明 第三个 不叛缘权贵 这些世间 做官的 有钱 有势的人家 绝不去罢解 绝不叛缘 就是三句话 老师念佛 这是 廉迟大师一生的成就 他老人就说 得利于便容法师 这一次的教训 他去参访更不容易 三步一拜 拜到老后上面前 老后就给他说这么几句话 旁边的人听到啊 都笑 笑他 这么虔诚 这么远的 三步一拜 扣到老后面前 我们都以为老后有什么了不起的开始 原来是老僧 一分成大 这正是印族所说的 一分沉浸得一分利益 十分沉浸得十分利益 这个时候 廉迟大师也十分沉浸之心 所以他真正得到了 一生的成就就在这四句话 不贪财 不贪财 不贪民 不叛云权贵 老实念佛 并容禅思 他虽然是在禅宗里面 大车大污 他最后还是念佛 求生净土之 可是这个三句话 不容易做到啊 几个人能够把明文力量舍掉 舍不掉 就不相应 别说一心得不到 连功夫成片都不能成就 别说功夫成就 这个功夫成片不能成就 反而带来一身的罪业 古报都在三处啊 这是我们不能不警觉的啊 如果说这一定能放不下 障碍往生 还能得人天佛报 还算不错的 不但障碍往生啊 还要拖累你到三个道啊 麻烦在这个地方 所以这四个字 简单是简单 真正把它念好 是要学问的 是要学问的 能够把身心世界一切方向 就是学问 千经万论呢 所说的也不过就是如此而已啊 底下说 又学者 要学者 这个要就是精要 念佛成功了 五四不斑 何等要约呢 这一句话也是真的 这句佛号念好了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 无量无边的功德都圆满了 真是无私不斑 大司在此的命令我们 犹应守约者 以色六妙观 那寻心尘修 寻心尘修 这就说得很清楚了 悟心上司是谁呢 大彻大悟之人 他才能办得到啊 粗修行人 无有臭婆顾 绝不是粗心 粗发心的学人 能够做到的 这就是勉励我们 粗发心呢 尤其是应该要遵守这个 持明念佛的法门 虚文里面说 这就是勉励我们可以这样说 三金的要领 大本无量寿经的地区 是重在发心 前面告诉我们 与如沥头云海 鼻心勿赦自心 不勿广大之心 不如广大云海固 这个几句话受到非常的透视 那么观经所提出来的是在讲的时候 只是我们持明灭佛 受恶者为一世之灭 那么这样看起来 三经的功德就不可遂 持明有些什么好处呢 底下这个几句 把持明的功德利益都给我们说出来 说局其明是简重的二具备 这个柱子里面给我们说 有明朝体 体就是真如本性 就是自虚的本性 那么阿弥陀佛这个名就是本性的名字 就是本性的名字 那么念这个名字 就要把这个名的实体 实相 实用 都要把它念出来 这个才叫真真实名 自信清静心 本来是就而不明 你看马明菩萨在七心论里面称之为本者 本者本有 这个名叫真实名 这个名号完全是反文音意过来的 它的意思是无量的折 念这一句名号就把自己的折信念出来 深深唤起我们的究竟 绝而不明 这叫做致尺名号啊 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 如果每一天拿着念珠 素着名号 句句都是迷耳不觉 这个不叫知名 不叫做念佛 佛是觉的 念佛就是念觉 念念觉而不迷 这叫念佛 你是念念迷而不觉 那哪里能叫念佛呢 这就说明了 这四个字不容易 无怪佛现在人所谓 念佛的人都往生的人上 他那个念佛是念名字佛的 不是念观形佛 念观形佛就有办法了 只念名字 连名字什么意思都不晓得 都迷惑颠倒 这种念佛怎么能成功呢 这个观形佛就是念念自己提高警觉 我们在境界里面 采取因念分别执着 那就叫谜 那就叫做无名 无名要继续不但往下发展 那就变成见思烦恼 那就叫造业守报 所以这一句佛号 是把你从你里面 拉回来 从你里面回过头来 回归 意觉 意觉性 觉性是清净 觉性是平等的 觉性是广大的 这样才能成功 真正觉悟的人一定晓得 人生苦短了 何必去造业呢 几十年光阴 一谈止就过了 广造罪业 实实在在不值得 真正是愚痴迷惑电脑 甘焉当觉悟 故人常讲 黄泉路上无老少 不要以为我现在很年轻 我这个来日还方长 你有没有跟盈老王定下合同呢 看看 许多寺庙的国会塔里头 你到底去看看 多少年轻人 这是我们要特别提高 静觉的 静觉的 觉性之体 就是真物本性的本体 经上常常以 战己失灵 来形容 来形容它 六族大师说 本来无一无 这都是讲的本体 讲的性体 它的相 是清净 是平等 它的作用 是大慈大悲 所以我们要一这四个字 把我们自己真心的体 体相用给念出来 真心体相用 就是自家本人啊 禅宗所讲的父母未生心 本来灭目 大经里面所讲的 这个本有家政 如辱之父了 像华言 预言觉里面讲的 本来成佛 就是这彼此 这是此地所讲的了 由民召体 体外无民提取众德 则明亦见众德 故意称明 称佛众德也 这个佛的意思是双观的 自佛他佛 他佛 赞叹西方教主 莫弥陀佛 自佛就是自己的清净心 就是自己的佛性 这个是一定要知道的 要明了的 要明了的 一心持明 善业自敬 善业自敬 皆持戒性 这个地方 六波罗蜜 只举了面条 起于这三流了 就是这一句 阿弥陀佛 六度万恨 云云满满的,报社在其中 所以,转持,名号,这个地方 背心就是我们常讲六度万恨 全都同是在其中 可是,各位要特别注意一个转子,一个持子 转就是转移,就是一心持命 持就是念念不忘,就是不能间断 这也就叫口服 真正决心向往生 把这个身行时间要放下 要放得干干净净,也成不染 念念就像生西方 西方世界比此地好得太多了 这是诸位都想的 你只有一丝毫贪念 你就不专了 虽然是持命,不是一心 不是一心持 那么你的成就就有了问题 因为功夫成片也接近一些人 功夫成片是什么阶段呢? 经上说得很清楚 烦恼虽然没断了 这句佛号确确实实把它扶住了 扶反倒 《金刚经》里面所谓的 《运火降伏其心》 这个妄想心真的被这句佛号降伏住了 有这样的能力才叫做功夫成片 如果我们念佛的功夫 如果我们念佛的功夫 连这个烦恼都降伏不住 这个不会往生的 其实在座诸位同修 你们都是无量戒之前 生生世世都在念阿弥陀佛 没能生得去生得了 你应该在哪里呢? 生生世世都没有做到功夫成片 你这句佛号没有把烦恼压住 念佛的力量太薄弱了 烦恼的力量太强了 压不住啊 所以你没能够取得成功了 为什么压不住呢? 你没有死心 没有真正把这个烦恼死掉 这是个大原因 第二个呢 你这个念佛功夫的时候不能归相续 而成一种断断续续的这种现象 这个功夫不得力 所以要想功夫得力了 这个名号啊 要逆逆相续 不能叫它间断 一断续续 烦恼就起来了 贪嗔痴慢就起来了 功夫不断 新鲜练练的就是一句摩弥陀佛 这样才能够把这个烦恼习气压住啊 不让它起现行啊 压久了 佛号就有力量 这才能带业往生 幻安有一个重要的因素 经常讲的 心不定道 念佛人最怕 在灵命中是业障心情 有病苦 也有病苦 就危险了 这个事情是很麻烦的事情的 灵命中是求什么呢 就是求一个好死子啊 我们中国古人叫五福 福报有五种 五福里面有受烤宗 这是讲死的时候没有病苦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这是大福报 五福里面最大的福报 就是这个 灵中的时候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一点痛苦都没有 他即使是不学佛 他绝不躲上我道 因为他清楚 凡是躲我道啊 都是迷惑颠倒啊 他要清清楚楚 他怎么会看重出神道吗 怎么会爱上卧鬼道吗 那不可能的事情 明言人 他会有好的选择 所以在仁天年道当中 他也是来享福的 假如是个学佛的人 他决定往生 他决定选西方极乐世界 所以你要是判断一个人 他是不是确确实实往生呢 你看他灵命中是清不清楚 就可以能够判断个八九不利死 灵命中是这些痛苦 那可不得了啊 我过去初出家不久 我过去过 云山灵祭祀的念佛会 你看今年庆祝 三十周年纪念 当初他们的父会长 临到起去死 往生 那个像就很不好 他痛苦 疼痛到极的时候 他 你看念佛会的父会长 平常带领别人念佛 到那个时候自己不能念佛 别人念佛给他听了 他还要骂人 在那个时候 一切佛号通通拒绝 不听了 有什么法子 这个业长太多了啊 我们看到那种现象才想得 这个往生不容易 所以自古以来 这些祖师大德们叫我们修福 修福报不要想福 留到什么呢 最后临终那个福报先去 我平常什么福报不要想 就希望临终有这个福报先去 心不颠倒 我就可以选择极乐世界 安安稳稳 现在在这个世间 摇紧牙根吃一点枯头 算不了什么 深深深深深 都是这些英俗 无聊自家的大死 这一生觉悟了 应该要回头啊 所以要认真地修福 所以要认真地修福 不要想福啊 要把自己的心量脱开 要把一切众云放下 万云自食 除非你不一心 一心当然就学掉了 每天心里还有牵挂了 心里有牵挂 就不是一心痴明了 一心痴明里头 绝对没有一个妄念 没有一个丝毫牵挂 你这个不识波罗蜜 就要吗 就是修不识心啊 一心痴明啊 三夜自然清净 那就是痴戒波罗蜜 一心痴明 你决定不会啊 与人家相争 不识啊 无证啊 至事无求 那就是淵如波罗蜜 就是念念相诗 就是精进波罗蜜 这个摄方三世三藏经典 所讲的无量无边的法门 统统在里面了 牟业大师一开始,你们相信吗? 这个法门真正的意思 尽悦、耀悦、宁夫其实一点都没错 人人能修,人人能成就,就看你自己肯不肯 换一句话说,五上菩提,各个人都有份 不要以为说,哎呀,我很日吃,我很贫贱 没有一个人没有份 赞根仆被利盾承受 说个老实话 贫穷下贱之人,成功反而容易 为什么呢?他容易丢,反正我没有 越是豪贵的时候修这个法门又难 他牵挂越多,他放不下了 所以要学,要尽学 学什么呢?学往生的障碍 就是这个东西 你不舍,通通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障碍 那个事情麻烦就大了 所以绝无也绝对到自己 再看下面的筑集 这是第一册里面,上册以后 点词大师自己给他续文说了个筑 提前大本观间交而认识 提前就是指前面的这段续文 就是这个大本呢,是无量寿经 关键是十六关键 就净土三间,和起来看比较比较 来说 知持明有为要乐远 这样才真正发现了持明尤其是简单 尤其是要紧 尤其是要紧 紧に、紧有 这广大者以四十八院并报优 hal 痛夸圣山 广大恢夸跟蒙污 pornography 若知必有游戒,故归之心 这几句话是说无量寿经 是讲大经 大经里面,我们能够看出阿弥陀佛的味道 受风三是一切祝福,所不能比 这个道理非常的显然 我们在一切经论里面读得很多 所谓臣佛,无论从四上讲,从理上讲 无非是破境而知,我知断经了,法知也断经了 见思沉沙无名,痛痛断经了,散得圆阵 这就叫无上振振振振振振振,这个是大家想的 八万四千发门,是修正的手段而已 无论用哪种方法,都能成不上道理 六波罗,随便用一条,都可以啊,你不用不舍 我把拇指写净了,法知写净了 见思烦恼,沉沙无名,痛痛写掉了 就成佛了嘛,哪个法门都行啊 所以法门平等,殊途同归 成佛之后,所复道同 智慧得相,并没有两样 可是,那一切祝福,在阴地里面发心呢 各各不相同 我们现在发的心呢,太小,太小了 说实在话,不能设置菩提心呢 设菩提心,那惭愧死啊 我们发的什么呢? 发的这个功利心 我们为什么修佛呢? 希望什么?利苦得乐 是功利心呢 我现在太苦了,我希望日子过得舒服一点 希望修佛能够发财 希望修佛能够承受 希望修佛我的家的人都能够平平安安的 都为这个 换句话说 从来没有发过的时候 了生死出三界的心 没有 看看金山这么说呢 也这么说 那个说什么?口是心非 口里的时候,我要出三界 心里才不想出三界了 口里想往生 我们再打个货极 七天就往生 一个也不会来 这样还得了 七天就要死了 我的命还长得狠了 不会有人来的 口是心非呀 所以我们看六祖的发心 这个就太虚优了 谭经理都说祭祭 他到黄培 吴祖问他 你来干什么? 我来做佛 别无所求 只是想来做佛 发这样的心 这样的口气 真的 我们从来没见到过 也没听说过 这个真真是不可思 令人敬佩 但是六祖跟摩弥陀佛 比较一下 那就差太远了 六祖说 我来做佛 很含糊 很笼 摩弥陀佛这四十八月 一条一条的 太具体了 太实在了 不是六祖能比得上点 这么看 就是佛与佛 虽然道通了 但是因地发心不一样 发心必定是与皆发愈 所以在因地的与发心 每一位佛与一切众生皆发愈不一样 摩弥陀佛这个四十八月太广大了 我们想十方三世 无量无边祝福 想摩弥陀佛这样的人 在因地出发心 就发这种心 实在是难得 真正不容易 我们念无量收起 我们独四十八月 要能够体会到这一点意思 他那个心量的时候 实在是太慈悲了 太清静了 太广大了 没有人能比啊 我们也有这个清静心 也有这个慈悲心 也有这个广大心 发不出来 为什么发不出来 被无名啊 迷惑了 被业障了 障碍了 所以这个底下讲啊 并保幽行 同跨圣法 这个底下讲 幽指三途 行指人心 善指三成 凡安指六道 这个四十八月 通通包括了 九八戒 有情中文 全都包括在里面的 你看人家这个心多大 所以各位要真正修往生啊 我是常常全面同修嘛 一定要从平等心里修起 有很多人问 平等心 我从哪里修起呢 我就告诉他 从怨清平等 我们这个心量啊 我们这个障碍才能清楚啊 怨清啊 是最不平等的 一个冤家对头 你心里总是容纳不相 你怎么能容纳到 三成六道 你怎么能容纳 必须要清楚啊 清楚使你自己快快做佛啊 你不要把它清除掉 我不能清除 你那个冤家对头 你能不能障碍他 你不能障碍他 其实讲他也不能障碍你 是你自身障碍啊 好可怜啊 自己身的障碍啊 祖师给我们说的好啊 净云无好丑啊 后一大事开始讲的啊 外面境界没有好坏啊 没有善我啊 通通是中立的 一切善我好丑 一切善我好丑 都是从自己形成的 自己障碍自己 翻过来说 自己成就自己 所以业障 所以业障 绝不是外面人的障碍 你要是外面人障碍你的 那你这个 你这是障上又加障 迷上又加迷 外面人会障碍你的啊 如果外面人能障碍你的不成就 外面人能够真能够帮助你 释放祝佛大慈大悲 他也帮助你成佛了 正言无言 够佛如来不能帮助你成佛 妖魔鬼怪也不能障碍你不成佛 障碍不了啊 这个事情总是自己的事情 所以六祖在禅经就说的好啊 修佛之人要自悟啊 自己觉悟啊 自修 自真 不是别人帮你成就的 这才说 摄桑三世佛 佛不读中生 真的 佛不读中生 有什么 是你自读的 你自悟 自修 自真 自读的 佛那组织 佛 야度你来 佛只是给我们做一个正上语言而已 提醒我们自己 这样自己才能 refere到啊 所以成功与失败啊 都要自己负完全责任 一个明白人 觉悟的人 绝不怨天有人 那么今天我们从内心里面 要清除无实戒以来的罪障 这个罪障最大的就是不平等 这就是把你的平等性质 是你本有的 由于你不平等 转变为莫纳实 现在学佛 佛告诉你 叫转实成实 离了的时候 转实成实 变成我们现在怎么样子 久了之后 转实成实 这就恢复我们本来面目了 这才叫学佛 一般人不肯做的 我常劝人 你把你第一号的冤家对头 你给他写个长生罗位 供在佛的旁边 每天早晚礼佛都礼拜他 把他当作佛一样看待 你们肯不肯做的 你们不肯做 不肯做就算我自己这个罪障不想拔除 都不想拔除 有的人也照做了 做了几天来告诉我 不行 我这个疼恨性还是 见了他还是会生气 那怎么办呢 我就告诉他 你功夫不到家嘛 你才供几天啊 功夫不到家嘛 都把冤家对头当作佛菩萨一样看待 这心就平了 心平气活 身体也健康了 也没有毛病了 功夫就上道了 功夫才能用得上道 这非常非常的要紧 底下几句话 是说 心量者广大 愿力地无求 大师底下这个几句话 非常非常重要 故归之心 这就是想 你学乎心要发大怨 心要发大喜 转悦之所先后 则进道 这是孔老夫子的画 能语上的画 这个转就是情人传下来的 家业 家业 各业 你晓得哪个事情在先 哪个事情在后 就接近道了 所以学到的人 先要把心量脱开 先要发大怨 所以我说 我们今天许多人发这个怨是假的 是妄语 他发一次造一次几年 众生无边是怨度 这个怨大了 我还有一些仇人 见了是生气 我肚子 我才不肚子 你看 可见的 你这个怨是大妄语 没发一次怨 就是造一次重罪 对自己造的业障 他不晓得 将来见到盐龙王 盐龙王盼他下地狱 说他有恨罪 我没罪啊 我相信我都没有罪啊 男的下 他天天打妄语 就是这个 他是习惯 成自然了 不知道自己在造罪 天天在乎乎乎在他面前 早晨骗一次 晚上又骗一次 怎么没有罪 你早晨打个三规 晚上打个三规 那个三规是归于佛 佛是拒而不拟 可得自己天天还是拟而不拒 没法子 不能讲 所以这一次的时候 我流通这个圣门法界录 希望诸位能读看看 里面一共不多 只有124条 除了附带泽禄 那个廉池大使的法语之外 一共他只选了124条 各位仔细地看看就想到 这个里面有例子 游出家人死了以后 被这个阎罗王拖去 审问的时候 他自己想象 没罪过 结果被阎罗王一条 挑出来的时候 全是罪过 那是这一点都不讲 一定要相信英国 大使跟我们说的对点 头一个要发大云 这个法门是信运行 所以三字两 头一个就是把星量脱开 星包太时量周杀机 能发真正发这样大的心 你跟阿弥陀佛 愿力就差不多了 功夫不如他 我心量不比他小啊 真的不是假的 能容忍 能够抱恨 这种人有福啊 这个先后就是先发音 后是后痴明啊 发音就是你真心现前啊 痴明是念念唤醒你的真心 我们阿弥陀佛说 我们阿弥陀佛说 无量者心啊 哲是真心啊 你是忘心啊 要想得想 哲就尽到了 孔老夫子这句话 是一个原则性的 无论用在什么地方都是道 用在我们念佛法门里面来讲呢 这个道 无上正等正去 无上菩提道道啊 再看一下 深寻之 从这个地方起呢 这是用观经来比较 一门分十六 观无量寿经里面 分成十六种观法 似非变断 似非变断 而伏妙观惊威 粗心密集 操之彼得奇耀 故隐守荣 粗心密集这句 与演绎的主题 这个主题 从妙宗朝里面出来 妙宗朝月 灌遂生妙 本体出现 若能进宫 何有不救呢 这是智哲大师 《观经诸节》里面所讲的话 前面跟诸位说过 这个观法里面 有次第三观 有一心三观 观法虽然是妙 依照理来说呢 粗发心的人也能够做得到 本来他也是对粗发心说的 暗部就班来 由钱而生 若能进宫 尽是精进 宫是功夫 果然能尽进 何有不救 何有不救就是成就 哪有不成就的道理 而大师 而大师如此说着 这个大师是连迟大师 他今天给我们讲的说 粗心恐怕摆不着 那么他有两个意思 一者以谨证建立持民法门窟 因为他老人家所提倡的持民念佛 持民念佛比这个观法容易太多 二者 粗心以甚不通 由自主与人结之粗心 乃至由茫然未识之粗心故 这个话讲得非常非常的有道理 你不讲粗发心 粗发心真的不一样 拿天台私教来说 帐篷别云 粗发心 就不想到 就有人听了《华严经》 讲到粗信菩萨 实信 十度 实行 十回向 十地 这个实信的粗信 听了之后 有很多同学来问我 我们现在算不算是粗信菩萨 华严是远教 远教粗信菩萨 经里面讲得清清楚楚 什么条件呢 三界八十八瓶建和断静了 才叫做粗信菩萨 那么我们一看呢 八十八瓶建和断静了 和小乘石头环一样的 小乘石头环果 如果回想要向大 要向圆教呢 他就是粗信菩萨 我们不够自然 那么如果说藏教 大概差不多 我们这个蒙蒙通通的 茫然未识的粗发心 也许可以说的是 你是藏教的粗信力物 所以这个粗发心不容易 大乘其心论里的大乘其信 起信当然是粗信 可是他那个条件就高了 那个情是 见到位 大乘见到位 是要破一品无名 见一分真信 至于他的水准是最高的 《金刚经》里面讲的菩萨 跟大乘其心论的菩萨一样 最高的标准 那就是四十亿位法神大士的粗发心的菩萨 欲营教粗主啊 粗信不一样啊 粗信以甚不同 不能够含糊笼笼的讲 我们叫独教粗发箭 不可有点说法 那么有语音 有自主语音节之粗信 这个是语音教的粗信菩萨 那是没有问题 语音教粗信菩萨 别说次第三观了 一新三观他都能修 他都可以修 只要他真的精进不屑 他确实是会有成就的 可是如果对于是一切佛法茫然无知的 对于这种粗信 决定不屑 但是这样粗信的时候 叫他修涅佛法门清 确实容易 给他讲十六观经里面那些理论方法 进阶 恐怕他听不懂啊 那实在是有相当的深度啊 故应修喻 操之彼得其要啊 故应修喻 这是讲我们真正要想得到佛法 真实的功德利益 这个真实功德利益 当身成就啊 诸位一定也晓得这个道理 如果这一生不成就 无论得到什么样的利益 统统是枉然 你得的成定也好 你得的开悟也好 都没有用处 一投胎又有个因之谜 所以 真正的功德利益 就是在西方净土 真正能往生西方净土 才算是得到真实的功德利益 除此之外 都不能称之为真实的功德利益 这是我们特别要记住 你眼前所得到的全是梦中境界 真是要觉悟一场空啊 虽然现在还没死 死了小的 古人讲的 万般降不去 唯有一夜随身 一样都得到的 可是我们有没有觉悟到 每一天晚上睡觉睡着了 就是小死一次啊 每一个几个钟点 你要小死一次 你觉不觉悟了 你想想看你梦中睡熟了 你哪一样东西能带到梦中去睡一遍 一样带不走啊 未有一样东西是你自己啊 你看你个身体你睡多了 人家把你身体搬走了 你都不晓得 身都不是自己啊 何况身外之无好 每一天睡觉醒过来 要好好地想一想啊 这个世界没有一样东西是自己的 你要能够常常想这个 你就会觉悟了 你再也不会造作罪业了 自己也不会找自己麻烦 然后你再觉悟到世出世间 一切人也没有办法找你麻烦 也没有办法帮助你 帮助自己的是自己 障碍自己的还是自己 所以佛法称为无意道人 没错啊 无有依靠啊 无依无靠啊 什么都是靠自己啊 这才称之为无意道人啊 佛法不迷信 佛法不骗人 他叫我们自己依靠自己嘛 他叫我们自己依靠自己嘛 这不骗人嘛 这个不迷信 这是真实的 下面叫 可思云 曰 受悦而不识之 善道也 这是孟子所说的 这是孟子所说的 前面一句是孟老师所说的 知所先后 这一句呢 是讲 受悦而不识 私底讲的 这个诸解得非常清楚 受悦为修身 自己要刻苦 要勤解 博士为天下平 施就是不施 肯牺牲自己帮助别人 人人能这样做 天下太平了 天下才得到公平 得到公平 别人不能做,我们一定要做 我们对于天下一切人是一个平等心 是一种公正心 那对待 解余是修福啊 情节是修福啊 以公正的心 公平的心 清净心 对一切人 这叫博实 这个就是六度里面的不施波罗蜜 这是善道啊 至善之道 在此里讲 成佛之道啊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之道 如果我们听懂了 真明白了 从今天起 真这样去做 那么你成佛之道 往生西方之道啊 你就得到了 得到之后啊 要啃去做 要啃去修 然后才能够成佛 好,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此地 说到此地 然后才能够成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